安東米勒山老母店圓形屋頂 在經過了兩個月的吊樁工程之後 已經完成了所有剛構的吊樁 老母店殊勝又獨特的圓形屋頂 已經很清楚的呈現在大家眼前 今天我們非常的感動又很激動 這是安東米勒山第696天的工程師作 這次吊樁圓形屋頂鋼構的工程 總計吊樁的大鋼構18隻 橫接的貝利鋼構有36隻 總共吊了54隻大鋼構 上到了30米高的屋頂進行組裝 吊上去的鋼構重量超過了300公噸 是辛苦耗時又要很精準的工程 上天石碑一切都很順利圓滿的完成 那麼圓形屋頂最上方設計上是有一顆寶珠的 我們稱之為安東之珠 目前我們是要將安設安東之珠的 金字塔形的底座裝上去 然後把安東之珠吊裝上去 那麼寶珠完全是由黃銅所鑄造 高度有385.3公分 重量2500公斤 外觀加以金箔的黏貼 可以說是閃閃發光 以象徵白陽光芒普照人間 安東之珠及其底座吊裝的工程 必須要到2020年12月初才能完成 安東之珠象徵了老母殿無極千的母燈 是匯集了天地人三才的智慧與能量 所謂一燈能破千古暗 一智能除萬世明 集結了大家的善心願力 一股白陽之光 將由安東之珠匯合彌勒祖師的慈光 為人世間雲雲的眾生 開展了一條通往裡天的光明大道 以上是安東明德山新聞網 在安東明德山老母殿工程現場的報道